11月10日讯 在今年的热门综艺节目《花哨》中 出现了一位引发观众热议的明星 她就是新直磊 原本以冷面女明星的形象为人熟知 然而在节目中 她展现出的快乐和活力完全颠覆了网友的认知 被誉为本届花哨的反差感第一人 曾经被认为是冷漠的新直磊 在花哨的舞台上 展现出了她真正的快乐本色 观众们惊讶地发现 原来她的冷静外表只是她的一种保护色 演示了她内心真实的情感 在节目中 她笑得灿烂 活力肆意 与其他选手互动融洽 展现出了乐观向上的一面 新直磊的转变也引发了观众们的共鸣 她的反差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不同的环境下 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一面 观众们对她的认可不仅仅源于她的才华 更是因为她在节目中敢于展现真实的自我 让大家看到了她真实而坚强的内心 新直磊的出现在花哨节目中 给观众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然而背后的真实情感却让人唏嘘不已 尽管她表现出外表坚强的一面 但实际上 她内心深处却充满了自我负面情绪 特别是在容貌方面的焦虑 她的自我批评和自卑情绪 在节目中不时显露 让大家看到了另一个新直磊 在节目中 当新直磊看到自己的片段回放时 她常常用厌恶的表情来形容自己的表现 她对自己的走路姿势 坐姿 面部表情等方面表现出极度的不满 甚至传递出一种自我厌恶的情绪 她的容貌焦虑似乎成为了她内心深处的困扰 让她在自我认知上陷入了困境 这种自我厌恶的情绪反映了 当今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容貌焦虑问题 社交媒体上的美颜滤镜 明星的光鲜外表 让很多人对自己的外貌产生负面情绪 觉得自己与他人不够完美 其实 星纸蕾的焦虑大可不必 星纸蕾的面容 不是那种符合传统审美标准的模样 她的眼神锐利 嘴唇丰满 面部表情充满张力和动感 这种特殊的面孔给人一种独特的距离感 一种让人不太容易接近的感觉 如果仅仅从传统的五官比例来看 她或许并不被认为是标准意义上的美丽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她的五官是错的 恰恰相反 她的独特之处在于此 或许正因为她的面容与众不同 她的脸上才有了那么多的故事 她的美丽 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外貌标准 而是更深层次的内在散发 她的笑容里蕴含着勇气和坚韧 她的眼神中透露着智慧和独立 她的独特之处使她在娱乐圈脱颖而出 也让她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美丽代表 心直累的容颜 就如同一本书 需要细细品味 需要深入了解 才能真正发现其中的美丽和魅力 在她的脸上 会有更多元更丰富的美 这种美不是单纯的外表 更是一种灵魂深处的独特光芒 所以心直累传播的焦虑 只会让自己徒增烦恼 美女还是对自己宽容一些吧